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过月秋 火星平原 一直向水星球延伸 也有一些健康线起于生命线 然后向水星球延伸 健康线的长短不一 有的很短只达感情线 有的很长可以直达水星球 如果说生命线代表的是一个人先天寿命的长短 那么健康线则反映出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健康好坏 健康线与其他的纹线不同并不是越多越好 相反 假如手掌中完全没有健康线才是最理想的状态 表示其人身体状况非常好 体魄强健 神经技能健全 而当人的身体机能开始出现衰退 健康正在慢慢出现问题时 健康线才会有所显现 这时通过观察健康线的深浅 形态 位置及颜色 可以大致了解其人身体哪些部位出现问题 应该如何防范 二 不同形态的健康线代表的命运疾胸 一 健康线清晰无断裂 假如手掌中已有健康线显现 但是此线纹清晰而长成一条直线 中间无断裂也没有凌乱 也表示其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并没有疾病发生 二 健康线重波浪状 具有此首相特征的人 通常肝胆技能较为衰弱 肝火较旺 脾气容易急躁 假如健康线上又出现杂纹 看上去甚为凌乱的话 则表示其人会因为消化器官疾病 而导致记忆力减退 同时也是事业上不如意的表现 三 健康线短而分叉 健康线很短 而且前端分叉或者模糊不清 表示其体质较弱 抵抗力差 小病不断 容易生一些慢性疾病 或者衰老的比较早 此外 其人容易遭遇突发灾祸 应该远离危险之地 在操作一些大型工具时呢 也是非常要小心 四 健康线不连贯 健康线如果断断续续不编贯 表示其人的消化机能正在衰退 很容易患上肠胃疾病 偶尔会发生肺炎或者泪膜炎等病 尤其健康线呈片段 呈梯形时 这种迹象更为明显 而当断断续续的健康线 与非常弱的生命线交叉时 表示其人体力和精力都不好 是一种短瘦的表现 五 健康线呈锁链状 健康线呈锁链状的话 表示其人容易患上脑部疾病 例如神经衰弱 失眠等症 而且其人意志力不太坚定 很容易受其他人影响 六 健康线上有导纹 假如在健康线上出现导纹的话 表示其人的呼吸系统不是太健康 咽喉部位可能患有疾病 如果这个人的支架非常的长 同时健康线上又有导的形状的话 又有纵纹 表示这一个人特别的容易患上肺部疾病 如果这个导纹上面又出现了格子 或者方块状的纹路 表示其人很有可能要动肺部手术 如果是左手的支架比右手稍短 而且健康线上有导纹的话 表示其人容易患肢气管疾病 而假如健康线与智慧线相交处 有导纹出现的话 则表示其人很有可能患精神方面的疾病 7.健康线穿过生命线 良好的健康线最好要与生命线分开一段距离 而如果健康线与生命线相交 或者穿过生命线的话 表示其人外强中干 内脏或者血液循环系统可能出现问题 医患脑血管疾病 高血压 糖尿病等 而且这样的人往往个性非常的固执 8.健康线止于感情线 健康线如果从生命线的内侧出发 止于感情线 表示其人的心脏功能较弱 如果健康线的颜色为青色 而且很粗的话 更是表示心脏衰弱 血液循环不良 假如健康线起自生命线 止于感情线的话 也代表其人心脏功能不佳 需要多加注意 假如健康线只在感情线和智慧线之间出现的话 则表示其人个性非常顽固 很难听进别人的意见 同时要注意头部和心脏方面的疾病 9.健康线止于智慧线 健康线中止于智慧线时 代表其人容易患脑部疾病 假如智慧线与健康线相交处出现信号 女性的话容易发生难产或者不能生育 男性的话则表示性技能较弱 或者难于得到孩子 10.健康线变色 当健康线突然变黄时 表示其人肝脏可能出现问题 需要及时到医院警察 如果健康线上有赤色的斑点 则代表的是热病 出现黑色的斑点 可能患有慢性消化系统疾病 2.悉尼线 1.什么是悉尼线 悉尼线是指手掌心 近心横取纹的起端 一直延伸到掌边的线 因为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市发现较多 而且疑似命名 国外曾经有报道 认为它与白血病等有关 国内也有观察到 白血病和这其他癌症患者中 有悉尼线的位数不少 悉尼线的准确定义是 智慧线必须延长到手掌外侧的最边缘 即小于记的赤白肉基础 仅仅是相差几毫米 不能到达手掌边缘 也不能叫做悉尼线 有悉尼线时感情线可以同时存在 悉尼线属于甲段掌的特殊表现 这里一定要注意了 像学上有名称介绍的 都是基于已有事实而来的 差之好理 时之千里 千万不要生搬一套 二手上有悉尼线的人有艺术才能 有悉尼线的人主观性强 爱憎分明 及情绪化比较固执 做事主动又积极 容易达成目的 他们喜欢社交应酬 乐于帮助别人 亲情乐观而豪爽 但内心比较操劳 这种人大部分有非凡的艺术才能 一般美术家都有此手相 这类人在事业上容易达到目的 发展成功 但是过犹不及 相应的是非也是很多的 三手上有悉尼线的人 有肿瘤遗传史 医学研究发现 在先天风诊 百血病和先天余形患者中 呈悉尼线掌闻者较多 而许多发意迟缓 学习不好 行为有些异常的孩子中 悉尼线也时刻发生 而悉尼线和肿瘤的发生 发展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然肿瘤的发生 发展和性格的焦虑 急躁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观察中发现 天生生成的悉尼线 代表着肿瘤的家族遗传史 特别是这条线出现在左手时 意义更大 后天形成的悉尼线 在判断肿瘤的良恶性质时 意义更大 所以判断后天形成的线 观察正在形成发展的悉尼线 对于判断肿瘤的性质 手术价值 预后情况非常重要 四 悉尼线先天后天有区别 手上有悉尼线时 一定要区分悉尼线的形成 是先天还是后天的 先天形成的悉尼线 遗传意义大于病理意义 表示有家族遗传史 其长辈或者同辈 有血缘关系的三代中 有人患过恶性病 但不是说谁手上有悉尼线 谁就一定会患恶性疾病 后天形成的悉尼线 假如上面出现导纹 要高度重视这种情况 它在判断肿瘤的良恶性质时 意义比先天性的更大 对于评判手术价值和预后情况 非常重要 悉尼线模糊不清 通常表示存在血液方面的患病 如血小板减少 造血功能不好 血孤度变高 血脂高 因防恶变 五 悉尼线预防措施 家族三代内 如果有人患过癌症 后代的手上 通常会出现悉尼线 称为高危对象 这样的孩子 从小就应该重视和预防癌症 从饮食和生活方面注意 尽量避免接触 致癌的有毒物质 避免放射线的刺激 以及及时治疗所患疾病 杜绝恶性疾病的发生 三 棺材纹 一 什么是棺材纹 棺材纹是指 小鱼记 内缘 从生命线 斜身向小纸下方的 长方格型样纹 古书中记载 有这种纹出现时 表示大难临头 人要死了 进棺材了 故称之为棺材纹 从命像学上说 掌中出现棺材纹 是大凶之相 二 棺材纹在手的命运如何 为了破译棺材纹的奥秘 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后发现 当患疾病症时 例如 急性蓝尾炎 书卵管外孕 长耿阻 急性腹膜炎等症状 都可以在手上 出现这样的棺材纹 而这些疾病症 古人几乎无法医治 同时呢 也是古代发病率 死亡率很高的疾病 一患病就死 古人观察到这种纹 与死亡有着密切的关系 又搞不清为什么 就起名为棺材纹 以警示危险 急腹症通过治疗后 掌部相应部位 仍留下棺材纹 提示 急性炎症 已转成慢性炎症 或者手术治疗后 留下了 腹膜粘连的后遗症 现代医学技术 诊断治疗急腹症 不是什么难事 当然更不必进棺材 只要发现及时 有时及时不动手术 保守治疗都会有效 棺材纹成方格状 位于智慧线和生命线之间 是大凶之项 手上出现棺材纹 很容易遭遇意外 或者健康有大隐患 首先要做体检 另外就是要出入小薪 低调形式 喝酒应酬方面都要有节制 对于所有人来说 身体健康呢 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无论事业多成功 生活多富足 没有健康的身体 也是无福享受 因此 大家平时 一定要经常观察一下 自己的手掌 看是否有这三种 大胸的掌纹出现 假如已经出现了 那便要引起 足够的重视了 不要让小病变成了大病 才去关注 往往为时已晚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将之 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将之会继续 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 明年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